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月份到现在以来八个交易日 外资连买了1195亿 封关之前大买 难道年后算总账吗 这年后到底会开拉还是开杀呢 好 说到了最近外资的大买 比特币已经来到了两个月以来的高点了 光是今年2023年涨了25% 币圈已经触底了吗 到底资金释出了什么样的讯号 接下来通膨有机会触顶了吗 而最近资金也开始流向了亚洲市场了 台币在今天持续的升值 升到了五个月以来的高点 还有日元 日元升到了七个月以来的高点 但同一时间资金到了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 香港股市最近的上涨 到底只是昙花一现 还是咸鱼翻身 等一下真家都会告诉您 今天晚上荣幸请到了玉堂晚安 主号好 大家好 同一时间请到了冠心晚安 主号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廷浩晚安 大晚安 以及建峰晚安 主号好 大家好 台北股市开高 走高 今天电子股先涨大型全职股 领着涨 然后金融全职股在今天驻镇 生计族群今天又轮到他们了 指数中场上涨了102点 收盘指数14925 持续站在五日均线之上 量能今天萎缩到了1522亿 但是外资 外资今天再买了187.5亿元 三大法人在集中市场总共买了212亿元 都买 电子族群在今天由台积电领军 站回了500块钱了连续两天 收盘把500块钱站稳了 连发科今天带动了IC设计 今天也重回了700块钱大关 于是台积电长系制裁 今天跟着有追加的力道 还有在今天高价族群由大力光 2000块钱终于站回来了 今天高价股也一片的红通通 还有板卡厂商也续上个礼拜的追加力道 在今天普遍都上涨 今天生气族群又轮到他们的生气族群 包括了市洋 市洋一度涨停 还有在今天的美食同步有追加力道 好 涨到了今天风关之间 还在涨的日K零红股 有这一些 为什么市场如此的勇敢敢抱着他们过年 还有一些涨到了 今天是创波段新高 特别是银帮 材料 大学光 金硕跟台宁 这些报股过年安全吗 但是有一些个股 从今年到现在为止 持续的每天开高走低 每天开高走低 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一些刚刚创高 今天拉回来 这些过完年后会如何 都要请专家来告诉您 亚洲股市今天涨跌互接 我们表现算是最不错了 日本股市下跌了1.1% 韩国股市平盘之上 恒生指数今天平盘上下震荡 但是今天日元还有台币 台币创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 日元创了7个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2023年 资金要大举回到了亚洲市场吗 这个礼拜我们要封关了 但是明天后天 有几件重要大事提醒您 包括了明天我们封关 高盛要公布财报了 大漠也要公布财报了 礼拜三 美国要公布PPI的指数 我们就要联休12天咯 台指期的期货交易到5点 这次因为下个礼拜 刚好考到台指期的结算 所以延后到我们开盘 新春开红盘 1月30号台指期先结算 好 在今天 外资买了这么多 玉堂我就先请教您 8天 买了1195亿 本来上个礼拜 他会认为说 外资回笼了 今天大家就开始担心了 外资这么一买 难道开红盘算总账吗 就是要开拉还是开杀呢 我觉得应该是向上 因为买了这么多 应该不是年后回来 就一把把它倒掉 应该是看好过年封关 这个期间 可能美股的表现是不错 要不然为什么要先卡位 一定就是这个 没有交易的期间 万一美股表现是不错 那年后回来 可能台股就直接开高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是先卡位 那我觉得理由有几个 最重要一点是台肌电法说 其实台肌电法说过后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市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我觉得内容 其实是符合预期 那其实市场只怕不确定性 那法说讲完了 好坏大家就知道 可能就是先蹲后跳 所以即便美股财报之后不好 但是可能也不会造成 美股的大跌 所以我觉得外资在这个地方 它才有信心 在过年前大举做加码的动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重点 我们一直在担心 财报之后 尤其这期中 我们休十二天 其中有八天国际股市是交易的 财报会不会有利空 但是玉堂提醒大家 说不定外资已经感觉到利空 不会影响到货股质已经先低了 所以最近大买 冠希你怎么解读外资动态呢 应该这么说 事实上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 十二月底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测 外资过完年回来干嘛 卖股票 对不对 结果外资呢 这个新历年过完年回来干嘛 是买股票 对所以完全的一个 应该说完全跟猜测当中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我们看到 我们都知道电子股在轻库存 甚至有知道像 类似像文茂这种股票 他的十二月营收 是七十个月的新低 结果一路搭上来 所以我会认为说 很多利空可能在外资的算计之下 他们认为已经所谓的一个 都已经反映出来了 所以或许说 我们在这个新春开封盘回来之后 事实上我想指数 甚至往前波高点挑战 都有机会 来看一下开心 前波高点是什么时候 一五一五二 钱高在这个位置 去年的十二月初 今天的收盘指数是 一四九二七 大概两百点要进行挑战 会不会过呢 冠青说很有机会 但我就担心这段期间 会不会有一些利空消息 没有人知道 听号但是最近资金 台幣在今天也持续的升值 日元今天七个月以来的 新高怎么看 我们看待开红盘的行情 没错 所以其实您说的就是 现在台北股市能够走高的主要原因 你会发现 其实台股到过去几个交易日 还是经常亮缩 但是不管亮不亮缩 不管当日涨跌幅 你会发现外资基本上 没有针对新台币进行汇出 就代表着市场的资金 一直停泊在台股顺赏 那么散户 不管是从融资予额 还是从小台多空比来看 目前散户也没有要进行 任何追加的意愿 大部分都是进行获利了结 所以你看得出来 外资对于台北股市 它是有一点中长期的 停泊的心态存在 美元指数都跌回到101了 这说明目前 其实新兴市场的涨幅 都跟美元的走落有关 本国货币的升值 直接带中了亚洲股市市场的反弹 那接下来最为关注的 就是2月2号到时候的FOMC会议 那我有一种感觉 因为正常来讲 通常在联准会会议之前的前两周 联准会的官员 会不断的进行市场沟通 尝试的要让市场定价 联准会即将要采取的谈话 但是这一波你会发现 联准会不管怎么讲 市场的定价就是以乐观居多 所以我更加相信 很有可能在这次2月份 联准会可能就会开始释放 升息即将来到尾声的讯号 而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说股市就会续涨 但是至少可以看到 联准会官方政策基调的改变 OK 好 所以美元今年会到高点吗 今天停号会告诉你 好 最近很多人在准备 为日本去旅游做准备 我们看2月也好 1月也好 所以说日元涨到了现在 该不该换呢 要不要晚一点换 等一下停号都会告诉你 如果万事俱备 外资回来了 最近亚洲货币也持续的升值 建峰怎么看到开红盘的行情 还有圆越行情怎么看 好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单纯以整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美股四大指数就是现在偏多 然后月线的翻扬 那台股呢 也一样啊 它指数站稳在月线 然后月线翻扬 所以你单从技术面来看 它就是一个多方趋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外资最近圆越一份以来 是不是连续性的买超 等于再回补去年的库存 那我一直说 今年兔年是大破大力 什么大破 去年就到大破了嘛 所以今年大家反而看衰退 反而看不好的情况下 但是它反而会大力 所以我认为说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要把握一些 低档布局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整个没有更坏的消息 出来之前呢 原则上整个 我觉得整个市场上乐观情绪 这个是可以延续的 所以到开红盘来讲的话 我也是比较偏向乐观 能够去突破前迫高点 15 15 2点 甚至说在去年6月16号 17号有个跳空缺口 大概在15 8多 所以我认为那个缺口 也非常有机会直接去做回补 OK 好 所以外资回来了 亚洲货币台币的升值 给大家一线升级 还有台积电 我们要请冠青上台来 台积电连续两天 站稳了500块钱的价位 来看一下台积电的K 上一次冠青台积电 持续站稳500块钱的价位 大概回溯到去年的8月 那时候是站稳 去年12月一度的站 结果收盘就跌回来了 所以要连续能够站稳 当然也是推升台股过前高 非常重要的关键 怎么看待元月份台积电的行情 我想的当然500块这个关卡价 是一定要站稳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今天算是 第二天站稳 明天我理论上认为是 再站稳的机会蛮高 因为今天晚上美国是不开盘的 对 所以我想这站稳之后 事实上就可以有机会 往前坡 我想应该把他缩小一点 事实上我就应该说 往前坡的一个高点 现在再高已经来到这边来了 来到这边来了 对 有机会往这 就是8月份 对 其实这机会是非常的大 主要原因也是在于说 这一次刚刚其实玉堂有提到 其实台积电法说好不好 说真的就是中等嘛 符合预期 但是呢出现一个状况是什么 法人在回补台积电 我记得当天法说结束之后 事实上呢 当天晚上的这个美国的ADR 事实上是大涨5% 没错 没错 我说真的我看了半天 哪有什么好消息 没有啊 顶多是符合预期而已 证明了先前法人是超卖 所以你看到嘛 事实上很明显的外资 对 外资从这个上礼拜开始 他大买台积电 今天应该 今天应该也是买不少 我记得上个礼拜 我好像也是买了五万多张 大买第一名 对啊 没有错啊 所以你去看到 他应该还有机会持续回补 甚至回补到春节过后 毕竟台积电涨的话 事实上我认为是有机会 待望是个其他半导体 因为我们看到立基电的状况 好像也不太好 甚至联电事实上 也有一个降价的风险 所以你看到其实今天 看起来包括立基电 跟联电的走势 好像就没有涨了 但是呢 因为毕竟在整体的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如果台积电能够当领头羊的话 当然我认为说 他们应该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不过还是要留意到就是因为 毕竟今年开始呢 成熟自成是第一个被降价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最近 开始在反映什么 成熟自成降价之后 这些IC设计反而是有机会上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可能台积电是优先 那另外像立基电 或包括像是所谓的一个联电 可能现在状况稍微弱一点 好 如果台积电 在接下来500块钱站稳了 大家对于他的法说 没有这么的看坏 会待望哪一些相关族群 应该这么讲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我想这张字卡给他讲到 其实这一次的320亿 你说好还是坏 去年360就比去年少啊 但他讲了一句话叫做 320到360 这个区间看起来还蛮开心的 留一个补比跟弹性这样 很可能会花360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不只说这个 本现在要设厂的目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其实今年怎么样 他在日本啊 他考虑建第二座厂 对 而且要评估欧洲建厂可能性 结果马上的 在周末就看到这个新闻了 德国媒体说什么 德国政府愿意提供补贴啊 你赶快来 对不对 赶快来我们德国 德国建厂 是不是你看到 如果说他要去德国建厂的话 是不是这个资本支出 320亿元 恐怕是不够的 没有错嘛 对不对 甚至你看到他这些支出啊 他并没有说 因为景气不景气啊 今年我们都知道 对不景气嘛 不景气一定很正常 软着陆跟硬着陆不同 不一样而已 他还是要把这320亿元怎么花 先进制程 占七成 对占七成 大家不是有人讲说 什么三奈米抽单 什么等等 我才管你的 我先制造占七成 甚至往下去开发 特殊制程占百分之二十 这所谓的特殊制程 其实在就是所谓的 包括车用那些 他是所谓的特殊制程 其实也是 我们刚刚讲到 他在日本要建的第二座厂 事实上好像要专注在 所谓的特殊制程 另外包括先进封装 跟光照的制作 要再增百分之十 所以你看到 其实跟先进制程 跟特殊制程 跟先进封装 光照制作有关的 这些供应链 是不是会被他养得很肥 因为毕竟 320亿美元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我们知道这些供应链 很多供应链 其实说真的 股本十亿二十亿 可能就算是比较顶尖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对当然也包括 他自己本身 研发费用今年要增百分之二十 所以看起来 如果台阶愿意花这么多钱的话 当然对于他供应链 绝对是有很大的好处 好 哪一些供应链 首先先进制程 占百分之七十 特殊制程占百分之二十 封装光照占百分之十 如果有机会 把这些供应链 又养得肥肥的 谁有机会受惠 我想这一页没错 其实现在当然 这些供应链 不只是这一些 我们只是举例 列出了五档股票 当然他供应链 十几档二十档 我想三四档以上都有 对不对 我们把比较有特殊的 甚至法人有买超的股票 来跟他做一个探讨 毕竟我们看到 其实像这一档股票叫中砂 中砂其实今年 我记得来这边解盘的时候 遇到一次什么 三奈米抽单 就股价当天是不跌反涨 之后就确认底部了 对不对 他今年他的三奈米 钻石跌开始出货 他十二寸的测试 再生晶元 渴望满债 所以看起来 你看到我们看股价来讲 事实际上也真的回档了 很久一段时间 我记得三奈米抽单 就在这里 我也是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当天很奇怪 当天是开低走高 好像没什么事了 两个月腰斩 没有错 183跌到97块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有机会 看起来有机会 逐底往上走 如果说有办法去突破到这个 应该说这个 这个点应该可能在135左右的话 事实上 有没有机会往前坡的183块来供 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状况是 三奈米钻石跌开始出货了 对不对 那开始出货之后 事实上我想对于整个业绩来讲 应该是比较往上走 有机会蛮高的 这是中砂 同样可以把他养肥肥的上品 上品做什么 最近上品就厉害了 其实上品这东西 看起来很很复杂 叫做扶速素质的应用 应用在哪里 这东西叫什么 叫铁佛龙 铁佛龙 祝华姐姐就听过了 对不对 铁佛龙是什么 你以为插在锅子上面的不沾锅 也是没有错 但是呢 其实铁佛龙的新用途在哪里 因为现在台积电的管线 或是半导体厂的管线 事实上你管线 如果说你只是拿个什么铁 铜 不锈钢弄进去的话 那些很酸啊 很碱的东西弄进去 他里面就锈死了 那锈死没关系 锈死之后 他真的达到他要用的地方的时候 他是不是酸碱度就变了 所以现在的方法怎么做 在这个管线里面 涂一层铁佛龙 整个管线涂一层铁佛龙 所以你看看嘛 要建厂是不是 你所有管线都要涂铁佛龙 而且铁佛龙一定时间 它消化掉之后 你还再涂一次 所以上品的 应该说上品的这个出货给谁 他出货台积电跟台积电供应链 因为台积电供应链 也有帮台积电做东西 东西也是要涂上铁佛龙 所以你看到嘛 他也提到 他说他今年光是北美部分占比 上半百分之三十 他说大概比去年成长百分之十 为什么北美 大家不要忘记北美 亚历萨纳厂啊 都跟你讲明白了 好我们来看到上品 今天收349.5块钱 前高有396块钱的价位 这种个股 因为他的量大概就 每天大概就1000多张2000张 他的股性是怎么样 蛮活泼的 你可以看到嘛 先前这一波从246涨到396 花短短时间 这是什么利多 为什么会飙成这样的 投信买的啊 你看他投信就知道 外资也买不少 你切投信也知道 投信事实上当时买一点 是外资拱上去的 所以呢其实当时的一个利多 可能还是在于说 也是三奈米部分 三奈米建厂的利多 所以你去看到 其实这一波我们看到 其实整理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因为到350元附近 今天虽然说没有说往上冲上去 可是怎么样 这一个漂亮整理之后 事实上是往前破高点的机会蛮高 而且最近你看到投信 开始在大买 好 宏康做什么的呢 宏康当然主要他做什么 他做这个材料的检测 事实上我们过去 也在这节目跟大家讲过 其实像类似宏康这样的公司 事实上你在先进制程里面 特别特别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材料没有检测 好的话 你送进去产线 万一报废掉的话 那损失很大 因为先进制程的这个 这个东西都很贵 所以你看到先进制程的 检测需求是更大 刚好前一波我们看到 其实在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跌下原因是因为 这个美中的科技战 可是说真的 他又跟你讲说 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中国大陆主要走的是什么 他中国大陆走的是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所以你看这波跌下来 反而是怎么样 弹升速度是非常的快 对不对 那现在再做一个整理 当然市场 因为市场谣传说 他另外一个主料客户 叫做联发科 说联发科业绩绩不好 可是你看看 联发科业绩不好 联发科也没跌啊 除了红康之外 来下一档看到台积电 如果有机会忘的话 划警店是做什么的 其实最有趣是划警店 而且本益比最低的 可能也是划警店 这些公司里面本益比最低 这个叫什么 晶圆制程AMC防治设备 什么叫AMC防治设备呢 其实应该说 你用中文比较简单讲 就是微污染的防治设备 而是放在哪里 放在半导体的无城市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越先进制程的话 你无城市 你更不应该有任何一颗什么沙 或什么样 那种更微小的 我们看不到的 那他做的就是所谓的防治设备 而这部分他占比 在将近80%左右 他另外一部分在做什么 叫RFID的整合派工系统 就是电脑的 自动在晶圆厂用到光照盒 大家知道现在很红 就是加灯嘛 光照盒很红 在天上飞来飞去那些光照盒 但是他怎么样 他是直接用自动的RFID 整合派工 然后那光照盒在上面飞来飞去 所以你看到他所有做的东西 几乎台积电是他的 应该大客户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再把它缩小一点 他挂牌前事实上股价最高在多少 再往上缩小 我记得是200多块 哇 284 他从284.5元跌下来的 甚至你看到跌下来到什么 79.3 可是呢 他今年的去年12月份的营收 他写下历史新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需求很大 因为这个先进制程 应该说从28奈米之后 就需要用到AMC这个设备了 那现在台积电 不要说3奈米 未来还有2奈米 甚至往前面再往下发展的话 事实上我想需求只有更大 不会更小的 这种滑井 DNN他的成交量并没有很高 大概几百张 对不对 操作上可能要注意哪一些 低阶 因为毕竟本益比很低 这样来看 因为前三季赚了7.96的话 其实应该说去年一整年的话 应该理论上赚个十块钱 可能是跑不掉 那十块钱 你去看台积电的一个供应店里面 哪一个本益比低于十倍 可能只剩这一档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加登 加登的本益比 你看到他279块 前三季赚了8.41 对不对 所以这本益比是非常的高 但是不是说高就会跌 他高是因为他有特殊能力 他做那EUV的光照盒 以前台积电EUV光照盒 是跟英特格买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登 去跟英特格告来告去的 可是你看到 现在加登就可以做了 他大概这些光照盒 事实上光卖台积电 他有得赚 最后我们看一下联电好不好 冠心台积电上去了 联电没有跟上去 但是联电最近就跟年线 在那边纠结 怎么研判新春开红盘的 联电之后的走势 当然要看一下联电 他法处会在讲了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现在市场 这个传闻真的是非常大 传到成熟市场要降价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去年年底是一路在涨价 涨到第四季涨不动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要降价的话 就要看降价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是不是利空出信 不过如果就应该说 就以本益比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会认为说 再跌的话也跌不到哪边去 可是呢 要再涨的话 我觉得可能应该说 这个以这种成熟市场来讲 你不如去看 五三四七的世界现金 是来看一下 因为他刚好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他跟台积电联动性会比较高 那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一波从59.2弹上来 事实上也跟台积电关系 是非常非常 应该说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OK 好 谢谢冠青 请先回座联电 今天召开法学会 我们等一下要为您整理 今天联电的法学会说了什么 台积电连续两天 占了500块钱大关 当然对于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给予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还有开春之后的台股 所以整体看起来 如果明天封关之前 台积电连续第三天 占了500块钱大关 哪一些个股在廉价之后 还有机会上涨 到底封关前后 报哪一些股安全重点是 报股安全的 哪一些有机会成为 元月份的主流 休息一下 我们请预谈告诉您 有机会上涨